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日期时间函数 但是你插入函数里面呢 在日期期时间里面是找不到的 那 可能的原因 根据官方说法 可能是有专利的问题 所以他没有办法把这个DATIVE直接纳到 他这个 群组里面 所以呢 没关系差别只是说呢一个是插入函数 另外一个我们必须要自己 就是手key 自己要打一下 那比如说呢我要算这个日期跟这个日期 相差几年 相差几月 等等的这边 那可是 会有不同的参数 就会有不同的结果 那至于相差在什么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这边前面都有 那可能在YMD大家比较熟悉 可是底下这个可能比较 不那么熟悉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一个一个来个别突破 那这些其实将来都可能会派得上用场 打个DATIVE之后我习惯前面日期 比较少的 逗点 后面日期 再逗点 然后呢 双引号 加什么Y Y的话就比较相差几年按打勾 我想这个 应该没问题 而且 这个Y呢 他还会 比较就是说呢 后面的这个日期 到底有没有满 满 什么意思呢 如果说8月到10月当然满 可是如果说今天把这个10月改成8月的话 那本来26年 你按Enter之后怎么样 他会变25年 因为呢 他没有满 没有满那个 就是 那个月份还没满 但是如果说你 已经起满的话 比如说 8月15 刚好起满 你按个Enter 他就会帮你再多加一点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的话 Y部分呢 指的就是 他计算的是年 但是他计算的时候呢 他还会去计算 月跟日 到底有没有满 OK 那其他的话呢 我把它向下填满 请你把这个参数改一下 M 那M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呢 两个日期相差几个月 OK 所以 其实如果将来你要比较那个 两个日期相差几个月的话 当然如果说你不严谨的 你比如说30天 你也可以把两个相减 再除以30可不可以 其实也可以啊 如果你是 你比如说你的定义就是 我月份的定义就是30天 那OK嘛 你就两个相减 回来的 像刚刚这个地方 我要相差 剩余几个月的话 那我就 假设啦 我旁边有个注记 就是我这种30天来算 那你把它除以30 也是可以知道有几个月 但是如果不是的话 你要很精确 那可能你就用Dedif 那Dedif 这部分 其实他也会看 除了月之外 他会看日 比如说这个地方 15号到12号还没满 如果你今天把这个地方改为10月15的话 那因为他15号了 就满了 所以Enter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他又多一个月了 314 又多一个月了 OK 那 这个日的部分 其实好像就没有那么重要 为什么 因为我把它改成D好了 改成DEnter 那他会是9554天 可是呢 你想说那老师 我刚 我们那这个地方 我如果不用Dedif 我用 我在旁边这边计算好了 等于什么呢 我用刚刚的方法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这个 减 后面日期 减到前面日期 打勾之后呢 他回来 有没有 一样是9554 有没有 一模一样 那哪一个简单呢 当然好像这个比较简单吧 OK 所以 Dedif的话 他的妙用 比较好用的 应该是在 月份的部分 我觉得最重要 那年的部分 因为每年也是365天嘛 所以以后你 除以365天 一样可以算出相差几年嘛 OK 那不过就是问题来了 底下这个地方就是说 他满了几年之后 就是他的税 剩下的 还有几个月 剩下的还有几天 那也就是说像这一题好了 像有一些地方可能会用到就是说要精确算到他这个人出生到今天为止 他已经活了几 几岁 就几年 又几个 几个月 又几天 这个 那怎么办 你要这么精确 所以如果你要这么精确的话 那可能就要用到下面这个 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算完年之后 还会剩下月 所以这个底下的话会有什么YM YM意思就是说呢 我现在 因为比如说你年已经算完了 那剩下来要算月的话 我不管年 我这两个日期 相差几个月 主要是M 那也就是10月15 那也就是10月15 8月15跟10月12 相差几个月 那其实我们这样看 那其实我们这样看应该可以看得出吧 那如果说 前面的日期比较小 后面是比较大 那后面的减前面 可是另外一种状况是什么 后面的日期比较小 前面日期比较大的话 特别注意 这个时候呢 这个YM 就会把 后面日期 当成下个年度的 比如说下个年度的 1月15 8月15 到下个年度的 1月时候 相差几个月 Enter 5个月 因为他就是 90 11 12 再到1月 OK 所以 这个地方的话呢 如果你今天后面日期 比较小的话 那就是算 下个年度的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你要算的不是月 而是日的话相差几 就是不管那个年 之后的那两个日 就是这个日期到这个日期的话 相差几天 就58天 就是 8月15 到10月12 相差58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说 这个后面日期比较小的话 就算下个年 下个年度的 那最后一个MD 什么意思 这个所谓的MD 快速讲一下 这个MD的话呢 实际上就是 因为Y 年用掉了 M也用掉了 剩下几天 所以这个MD 就是说我不管 年跟月 就是15号到 12号 相差几天 那一样的道理 如果是12号 比较小的 他是算 下个月份的12号 15号到下个月的12号 那相差几天呢 打购一下 27天 那如果说你这个地方 把它改大一点 比如改成19的话 那他就是 因为后面大嘛 所以他不算下个月 他算本月 就四天 OK 那当然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讲这么细 主要就是因为我希望 利用刚刚的参数 那请各位就是说 试着把刚刚的这个参数 把它融会贯通到底下来 那我希望看到的就是说 诶 这个到底 算出来 这个人 他出生到今天为止 他几岁 几个月又几天 那当然你这样如果说 你没有更好的方法 可能你第一个 直觉可能要先点一下右下角 然后 然后 然后开始算 不过这个 太难算了 那不过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可以快速的帮我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 你可以想 可想而知 因为8月 5号 现在还没有满 8月5号 所以基本上他的生日还没到 所以 他生日还没到 会变成说 我们要先算 年算完了 会剩下几个月 所以你要把那个几个月 抓出来 其实你可以看到YM就是 我们需要的 那因为年跟月都用掉了 再剩下 日 MD就可以了 所以其实基本上 我们是用Dative 可以把这个底下的做出来 那至于怎么做 这个公式非常冗长 但是 你懂得诀窍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这里我想各位先试试看